同样也是疫苗的接种来看到 因应九月开学校园接种站撤离 桃园市改由各区的活动中心提供给民众来施打疫苗 今天进行第七轮的AZ疫苗接种 巴德区有六个社区活动中心连续两天 一共5200人预约名额全满 施打的意愿相当高 九月学校开学 巴德区原本设在大成国中等地的校园接种站也全数撤离 改由社区活动中心替民众施打疫苗 巴德区规划六个活动中心 今明两天进行第七轮AZ施打 两天共5200人预约施打名额全数额满 那我们新的社区接种站在巴德地区 是设在六个市民活动中心 分别是大汉、大智、大安、瑞翔、且白 以及新人市民活动中心 那以今天为例 今天是第七期的第二梯制开打 总共两天 就今天跟明天 礼拜四跟礼拜五 那我们巴德的六个站 每天是2600人 都全部预约额满 这两天总共要达5200人 现场许多二、三十岁的民众 踊跃施打AZ疫苗 整体动线顺畅 施打过程快速 我觉得速度很快 对 然后就填鞋滋量 什么的都还蛮 就还蛮 蛮清楚的这样 对 然后小姐都还蛮 就是服务人员都还态度蛮好的 不过由于疫苗数量 还无法满足所有民众 也有不少人的周边朋友 尚未排到疫苗施打 担心成为疫苗孤儿 还是有人会打不到 对啊 他会感觉好像 他会变成疫苗孤儿 所以就是希望说 就是政府可以就是尽快 就是让这些疫苗都可以 满足就是我们台湾人民的需求这样 民众期待疫苗继续到货 提高施打率 而市政府预估 第七轮完成接种 桃园市的季次涵盖率 与江突破五成